这个渔村姑娘被眼前的一幕吓坏 一个男人满身是伤的躺在了海边 女孩走进后才看清她的样子 此人正是前几天在街上俘虏队伍中 让她难以忘怀的黑帮大王 她想试探男人是否还有呼吸 不料却被吓了一跳 善良的美艳并没有选择接法 而是将她悄悄藏在了山洞里 还给她带来了食物 面对人们口中凶神恶煞的男人 她并没有感到害怕 经常半夜悄悄起床 抹上口红带上食物去见男人 这天晚上刚走出门不久 就被一直暗恋她的机上逮个正着 美艳只好故意搪塞了过去 但看到她嘴上的口红 这让机上不免起了疑心 为了能给男人补偿营养 美艳还亲自潜入海里找寻食物 看着奋不顾身对自己好的女孩 男人感动地露出了笑容 两人在相处的过程中 感情也愈发浓烈起来 最终男人再也隐藏不住自己的内心 必把将她拉进了怀里 于是两人在山洞里度过了美好的一面 事后美艳感到很是自责 她知道和男人没有未来 但男人却告诉她 死得酷一点是我的人生目标 但现在想活着和你在一起 美艳听后感动地饱含泪水 可她不知道如何向母亲交代 只能选择从此离开男人 而男人对她也是动了真情 于是急忙追了上去 她一把拉过美艳 想用行动证明自己的真心 可就在这时 母亲和机上带着军队的人马 将她围了前 原来这一切正是机上的举报 只因男人抢了她一直暗恋的对象 面对威胁男人表现得很是镇定 但军方首领并没有轻易饶恕她 对着她就是一顿拳打脚踢 不管美艳怎么求情都没有 最终男人离开了几周岛 等待她的僵尸极为残忍的改造之路 而美艳经常坐在海边思念着男人 每天以泪洗面 母亲本以为这件事就这样过去了 没想到她竟怀上了男人的孩子 不如袭来的惊天霹雳让她无法接受 但母亲又不忍心将孩子打掉 于是隐瞒了下方 她将女儿安顿在海边的小屋里 看着母亲临走前给她留下的橘子 她一路尾随来到了海边小屋 然而听到的却是里面传来的痛苦声 她立马明白了一切 随后母亲为了不让女儿受到牵绊 让她好好活下去 于是便悄悄地将孩子放在了孤儿院门口 看着可爱的孩子 虽有万般不舍 但还是很下了心 而这一幕也被机上发现